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粉丝网友大家好 老师今天继续来分享实证法治命理 我今天继续来讲有关于疾病 第十三个视频 那今天这个疾病是蛮特殊的 这是先前的粉丝网友提供给我的 那么这个疾病我们称呼叫做见动人 那这个我想各位大家很熟悉 过去有个科学家史蒂芬霍金 他就是标准的一个见动人 那这种病呢他是发作以后 他慢慢的演化 到最后都不能动 所以叫做见动 好 那这个 这个人呢是 是因为打疫苗 在新丑年的时候 打了疫苗所引发的这个后遗症 那这两年逐渐不断的在严重 不断的严重 那这个我想我们 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看的命照 这种病的命照 我也不是说我非常的熟 但是我想我们提出来大家共同研究一下 为什么这个人会 有这样子的一个病症 他的本命跟打疫苗的组合 才是什么关系 才会引发这种疾病 OK 那这个他是出生在1967年12月16日 八字排开马各位看到 丁未年任此月 驾迎日 毁有时 那这个 显然这个家墓生在冬天 冬天我们称为这个水寒土洞 虽然土洞呢 就是一定要冬火电火 没有冬火最少也要电火 才能够寒暮相仰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八字 这个丁火要透出来 但是丁了何 那冬火没有出来 藏在眼目里面 一个藏身的位置 还有这个人 前面走在戊极土这个部分呢 还好 他其实他不喜欢走金水 但是 天干走极土的时候 可以支柱葵水 留一个韧水 那走到戊土的时候 戊葵盒 最少正便宜不会混 印也代表药 一个人天干 如果印很多 一辈子脱离不了药物 好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剑洞人 以资料来显示的话呢 我们看到很多 现场的资料 就是因为 脊髓 脑 脑神经 退化掉 逐渐退化 那么这造成肌肉 全身肌肉慢慢萎缩 那么他的骨干呢 他的身体的 脂干呢 也会变成了僵子 没有把他动 所以我们称之叫剑洞人 好 那我想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 可能对他的五行 我们必须要少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 其实人的头部跟神经 跟甲木有关系 甲木也是主头部嘛 头 所以我过去一直讲过 如果一个人中风的话 一定是甲木跟冰火 两个重行道 才会中风 这类的疾病 所以甲 这个主头部嘛 神经 那么冰火的话呢 冰火的话是 在我们五行里面是 是这个指向我们的眼睛 还有指向大脑 脑神经 血压这个部分 火都代表血压这个部分 脑神经也有关系 那癸水的话 这代表骨髓 所以这跟脊髓有关系 跟脊髓有关系 所以我想 这个组合一定是走到 某一个大运的时候 产生这一些五行的问题 它才会产生这个疾病 不是吗 所以各位看到 前面这几个大运看起来 好像都也没什么问题 这个人祖山应该有点钱 走到定位运的时候 应该是人生满发的 听说是高建筑的 应该抓过去 那么过去都还好 但是走到丙武运 诶 这个航母不是向阳吗 走到丙武应该是很好在队 但是各位要知道 那这个丙武一出干 任魂水在这边 任魂水在这边 我刚刚跟各位讲过 这个丙武跟脑神经有关系 对不对 再来丙武 丙武会会合吗 我们过去古法里面 胡马全乡架来分泌 因为丙武一合 它透丙武的话 就会把丙武核化掉 所以我们各位在看五行 有没有核化 是看它有没有透啊 看它有没有透啊 如果是走在任魂的话 它就不会核化掉啊 就会什么 因为它没有透病物 圆乳和 所以表示说 这个大眼 它的眼目 就会产生变质 头部 对不对 然后再来这个五火 会直接冲它的脂水 这个脂水 我刚刚跟你讲过 代表脊水 骨髓 对不对 癸水突在这边吧 它一冲 就来了 就来了 对不对 所以它是听说 在2021年的时候 打疫苗 心丑年 这样看起来不是什么好年了 大号直接虫未养 丑未丑 好 但是 没有马上 就被弄非常严重 是在任眼年 就开始发病 任眼年 这个眼来 来整合这个五火 这个五火 对不对 这个五火是带什么 带病 各位看到它身上 也都不是 这边是被异贵 主上应该是还不错 直水下面做空亡 跟渊臣 这都不是好身上 隐木在亡神跟空亡 那各位知道 这个迟早会有事情 对不对 尤其是中年以后一定会有事情 那这个油是带在上 所以呢 各位看到 它这眼年开始发病 因为它 这个润水 癸水 润水 冰火 一出来一定磕到冰火 对不对 那2023奎卯年 就等于是去年的时候 听说开始非常严重 四肢开始就没办法动 可能要告人工位置 那奎卯年为什么特别严重呢 因为这个毛是它的羊刃 那主要卯年呢 就冲刑羊刃嘛 对不对 冲刑羊刃就厉害了嘛 对不对 所以冲刑羊刃 这个开始严重 今年的话 贾成年 我看 有一点好的迹象都没有 为什么呢 贾成跟贾眼 是不是会 会拱一个毛 也是一样冲刑羊刃 所以今年的听说呢 完全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 那我想各位往下看下个答应呢 一试直接坐王神 显他的入位 对不对 所以看起来呢 这个要好的机会呢 这种病 得到以后就很难 所康复了 因为一定是脑干神经这个部分 受到严重的这种破坏掉 所以讲到这边的这个 疫苗不要随便打 我过去的这个 很多朋友打疫苗 都得到很大的后遗症 我个人是从来不打疫苗的 那也得过两次 但是也没怎样 吃了三五天的药就好了 因为COVID-19的疫苗呢 都没有经过长期的一个 人体的实验 很充促的就打在身上 引发很多的后遗症 这个就标准的一个 算是比较倒霉 打了疫苗 那得到这种病 我想这个八字呢 也提供各位大家来做参考 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病 大家共同研究一下 谢谢大家